56岁的万子良02年引起年轻17岁的内地空姐孤立后便积极发展内地市场 除拍戏外更经营自家品牌时装店生活得相当悠然自得 近日他出席内地至妻子不设防开进仪式身形再度暴涨 却不似心肯体盘的幅度 被追问下万子良才自暴患有轻微糖尿病 重了整整60磅更不排除退出娱乐圈 不过不管是家有娇气爱子也好还是健康问题也罢 都丝毫不影响他寻欢作乐 日前与北京更被记者直击到泡巴 正在夜总会女郎返宾馆全过程 上周三身在北京的万子良相遇村中老友徐少强 前往高级私人会所玩之打样 满面痛苦的万子良顶着大肚男尽兴而堆 一付大款价式 风骚的被一名长发燕女晚必不出 临上车里好友分手之计 早已选定长发燕女相陪的万子良竟还嫌吃亏 突然冲到徐少强身旁 离貌似李时运的燕女面前 双手硬换其面强吻 屎兄甲篮狂态毕露 逼得古兄李时运 由无奈顺从到挣扎 失去数分钟后 万子良才满意的带众传燕女返回居所 一直至一日十一时许 仍未见燕女离开 今宜旺盛实在不用多说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